股庙致富可以不凭运气 只要用对方法跟对人 机会只给准备好的人 您准备好了吗 就让股市战将 带领我们积极稳健的累积财富 欢迎收听股市战将 华星投顾林何彦总顾问主角 101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26号 欢迎收听news9898新闻台 持续锁定的是我们的股市战将 我是桂花 赶快来邀请主讲分析师 华星投顾的林何彦总顾问 何彦老师您好 桂花五安 大家好我是林何彦 今天台北股市开低在盘面下震荡 中场小涨了一点 指数来到了17210 成交量是2775亿 请教一下何彦老师 怎么观察一下今天的大盘 好的 小涨一点 今天指数波动不大 最多的时候涨10点 最低跌57点 收盘收高 今天市场上面最大的话题是什么 蓝白河又出问题 蓝白河出问题的结果 今天跟两岸有关系的 比如说观光旅游 或者跟选举有关系的股票 震荡比较剧烈 可是你记得 这只是短期现象 真正的选情 从登记开始 礼拜三 礼拜四 开始登记之后 不管是两组 或者三组 或者更多组 当开始登记 参选那一刹那 才是真正选情 进入白热化的时候 所以今天虽然有些 跟选举有关系的 或者跟两岸有关系的股票 受到比较大的影响 比较大干扰 或是那些都 低级的现象 不用去过度的担心 那指数很快的 你看两个多礼拜时间而已 涨了1200多点 你还在等它下来吗 不坏了啦 在第一时间 跌到15975点的时候 领域人就跟大家预告了 两日内反转 讲完之后 航群就开始快速的飞奔 短短13个交易日 台股飙了1200多点 不是台股如此 美股也是一样 一路飙都不回头 日本股市已经要 创历史新高了 上礼拜最大的亮点在哪里 上礼拜最大的亮点就是 新台币快速的升值 乐钱涌向台湾 你看礼拜三 新台币涨了2.29 外资当天大买469亿 礼拜四又涨快一角 外资大买195亿 礼拜五新台币又涨了1.5角 外资又大买236亿 我在说才听得懂吗 为什么新台币在上礼拜 快速的升值 一个礼拜升了5角 什么原因 你有了解吗 是什么 因为上礼拜拜习会的时候 习近平已经公开讲 他没有要对台动武的计划 更没有2027或2035的问题 他重申要和平统一 两岸要安定 你知道全世界对于台湾最大担心的问题就是什么 就是打仗 就是两岸的问题 连股神巴菲特对台积电都占预有加 那股神巴菲特对台积电占预有加 为什么股神巴菲特不买台积电的股票 没有说得很清楚 台积电是很棒的公司 可是地缘政治的关系 所以他不买台积电 所以全世界的法人最担心 就是两岸的问题 那习近平现在都已经公开讲了 没有对台动武的计划 所以他们心里面那个沉重的石头 就放下来了嘛 对不对 那心里面的石头放下之后 所以上礼拜新台币大幅的升值 一个星期起来五百金 乐钱快速涌向台湾 而且大买台股 光是上个礼拜 外资买台股 就买了1179亿了 外资大量的资金流向台湾 大量的投入台北股市 那你觉得台北股市还会下来吗 不容易了啦 有小幅度的回档 其实就不错了 所以就跟大家讲 你不要关心指数 你不要担心指数 你如果真的担心指数 那你来听我的影音节目 我的影音节目里面 我已经把这一波 至少会涨到哪里 我都已经计算好了 所以你如果真的担心指数 你就来听影音教学 听了影音教学 会让你心定下来 不要让你欺败想 心定了之后 全力的买进 心定了之后 全力的买进 去管我们不要堆 我们来找那个探大钱 第一步的股票 安全安心 后面一补涨上来 30% 50% 你就贪到了 要担心就贏了 你在这个时候 畏畏缩缩 怕当怕怕塞 那不可能的探机 心态决定你的行动 这是最重要的 我来找你的宴啊 我侃你的手来做 一天一个便宗而已 你看我们50%的股票 那么多了 对不对 算机第一号 134% 算机第二号 115% 对不对 算机第四号 也50% 天狱 百里百三 百十五 两百九十五的条 50%吗 一档一档的股票 50%都一直在兑现了 股票一直从底部开始上来 不要再犹豫了 权力做多就对 权力做多就对 上礼拜五 美国股市 还是小涨 道琼13缸 涨了2724点 美国12月份 九成是不会升息的啦 因为事情还没有发生 我们不要讲到百分之百 可是至少九成 美国股市 不会升息了 上礼拜五 道琼小涨一点 纳达克涨0.09% 费长报道题 涨0.66% 这丁内拜五 美国股市 波动不大 ADR的部分 台积电涨 1.06% 联电涨比较多 3.29% AI股票大家比较关心的 Intel涨了1% AMD涨0.6% 美差委涨1.7% 亏达小跌0.3% 卖位涨1.6% 最近美国股市 涨幅最凶的 就在AI个股的部分 你看微软创的历史新高 亚马逊也创的历史新高 AMD大戏 NVIDIA也即将要创历史新高了 台北股市的部分 AI相关个股要注意 但AI相关个股 今天有漏的 有漏的 肩涨比较强的 通波基本的部分 台光电 台药 都漏了5% 散热模组的部分 双红 齐红 分别都大涨到7% 但这些股票都太高了 在高涨的股票 你不要去碰 那贪的贪不贵啦 然后如果不小心掉下来 你又套在高涨 AI的股票一样 找底部的股票买 一样 都找台北的股票 而且又是赚大钱的 我跟大家讲过嘛 AI里面最重要的指标是谁 技嘉 技嘉的业绩 对线是最明显的 其他公司业绩还在衰退 技嘉业绩已经翻一倍了 从一个月70亿 10月份的时候 已经167亿了 从70亿到167亿 是不是翻一倍了 对 而且比去年同期成长104% 那技嘉也是这一次跌最深的 三百八跌到两百一十三 三百倍大家下四名唱 三百几个 下四名买 当时人类人一直阻拦你们 不好买啊不好买啊 太高了 懒都懒不住 现在跌到两百多 而且全都大家不敢买 是不是很猝蜜 高的时候 叫你不要买 你们拼命的买 那低反的不敢接了 你不敢向我们来求啊 高档我们都不买 所以AI股票跌升的 我们一档都没有 我们完全都没有被套到 那跌升你们不敢买 我们就来求啊 你看技嘉我们买两百二的 今天技嘉涨两块半 两百三十四 买两百二 今天两百三十四 那是有十四块啊 十四块是没出的啦 那问题十四块一张也 买四块 那买个十张 也十四万了啊 所以股票会做不会做差很多 会想走 贪钱很快的 不会想走 三十四不对 你只要记得 你在股票市场上面 你想要咕咕等等 长长久久的投资下去 风险概念 是你一定要注意到的 养成不追高 追高风险大嘛 对不对 买底部 相对风险小 就够没去啊 可是一旦涨起来 三十八五十八 你就贪掉啊 今年比特币也标得很凶 从一万六 标到三万七 上礼拜最高三万七千八 今天比特币还有三万七千六 那比特币飙涨 谁受费 还是基加受费 对 所以 集所有利多于一升 股价在低档 当然我不叫你 一定要带我们的基加 当然你跟着买也会赚钱啊 我的意思说 你要像我们一样 专门找这种赚大钱 跌很深的股票来买 你要赚钱就会很轻松 上礼拜外资 总共买了一千一百亿 你知道外资买什么股票买最多 嗯 是什么 是台积电啊 是 买了一千一百亿 台积电就占了六百亿了 外资把重兵压在台积电身上 台积电林的院最早讲了 当外资还在卖的时候 我就说了 台积电五百十五块 够点出来 要去就快去 你看今天台积电已经涨到 上礼拜五百八十三 这种五百多块钱的股票 三个小孩没多 我在六百亿数就跟你讲了 台积电隔店出来 要买的金举 最少给你看到六日头 最少让你看到六百块钱 你看上礼拜五百八十三 我五百亿数讲的哦 五百亿数叫你们赶快买哦 上礼拜涨到五百八十三 这样扭的时候 买七十块了 七十块一张就七万块啊 买个五张 就三十五万啊 对就三十五万啊 台积电会再去啊 既然外资把重兵 摆在台积电身上 买了一千一百亿六百亿 押在台积电身上 台积电当然没那么快结束嘛 对 但台积电涨高 气管就不要再堆压 我们还找这部的股票来扣 今天连电较强 上礼拜五外资买超第一名就是连电 嗯 四万八千张 三大法人买了五万五千张 上礼拜五 今天连电已经来到 五十一块二了 我在四十四块 林的院在四十四块钱的时候 也跟大家讲啊 对 政府做多指标在哪里 嗯 就是连电嘛 是 你看每天讲每天讲每天讲 涨也讲 跌也讲 林的院不像其他节目说 涨就讲 跌就不讲 没有 我们每天都讲台积电 每天都讲连电 每天都讲技嘉 每天都讲选举概念股 我讲的股票都固定夹股票 对 包含环球经 那每天讲每天讲 让你看到整个涨的过程 这才是真实的操作嘛 对不对 连电今天五十一块二了 那你如果四十四块四十五块没的 那是不是贪六块钱啊 贪六块七块啊 一张六千七千 十张就六七万啊 对不对 买个一百张 就六七十万啊 买个一百张才多少钱 四百万 零五啊 好啦买个五十张好不好 买个五十张两百万你们都有啊 买个五十张 这多少钱啊 也三十几万在的啊 所以股票是因为会向左在探钱很近的 好 今天选举概念股 受到蓝白又出问题 我们不谈政治啊 今天稍微掉下来一些 不差 我们很急就开始买了嘛 对不对 而且赚了一倍多 我们已经卖掉一半了 那卖掉一半 但短线震荡难免 上星期选举概念股 扭一波起来 那今天出现一些杂音 又落到来 没差 等到礼拜三 开始登记参选后 才是真正选举进入白乐化的时候 我们现在重点在哪里 我们现在重点是在 第四号到第五号 第五号第二号都起一倍啊 我们买一半落一半就好 重点在第四号到第五号 第四号 便宜到六倍而已 所以有力要求金举 第五号 三百五跌到两百一 现在刚开始起来而已 所以第四号、第五号 第三号还有苦力 近来找人的愿 这两支股票 后面是主要的 后面是主要的标的 利用现在我们选举行情 拼五十一加一的活动 刚起来变东而已 赶快跟上你的脚步 我带着你做 带着你买底部赚大钱的个股 大家进来 好的谢谢老师 买点才是获利的关键 何彦老师坚持只做 底部机优成长股 一定会代进代出 让你有买有卖 获利放口袋 想要复制天狱、技嘉 还有台积电、联电、环球金的成功模式 赶快跟着何彦老师一起来上车布局 进一步内容可以利用我们稍后的工商服务资讯 好的 听众朋友 手上的股票不对 一定要换股来操作 想要全力拼选举行情 一起大赚五十% 欢迎你利用选举行情 拼五十 一加一的特别月位活动 跟着何彦老师 一起来上车布局 选举概念股 你就可以领先卡位在底部 来电报名的电话是 02-239-23988 02-239-23988 何彦老师已经录制好了影音教学的课程 会告诉你这波行情到底会大涨多少 赶快把握机会 02-239-23988 02-239-23988 另外在股票操作上有任何疑问 想要咨询沟通的话 也欢迎你利用何彦老师 Lite以及Telegram账号 Lite的ID是 小老鼠PRO888 小老鼠PRO888 Telegram账号是 PRO5个8 持续回到节目当中 邀请陪伴大家的是 华信投稿的何彦老师 个股轮动轮涨 选股才是获利的关键 一定要在行情发动前掀卡位 你才能够领先市场 接下来还有哪些个股 可以加以留意呢 请教一下老师 好的 上个礼拜 热钱涌向台湾 嗯 一个礼拜 新台币 起买五角银 对 这种情况 很难得见到 是 外资光是上礼拜买台股 就买了1100亿了 嗯 外资热钱进来 涌向台股 你还希望大盘能够回多声让你买 我什么可能 嗯 这里不要去看指数 听林黑院说的 指数交给我 我帮你把关 你赶快找底部的股票 赶快买就对 你如果找不到来找我 找林黑院比较快 一通电灰 我就在你身边 三级第四号 跟三级第五号 这两级 是我们目前 积极在卡位布局的股票 三级第四号 现在便宜到六倍而已 三级第五号 三百五跌到两百一 现在刚从底部要上来而已 这两支股票 后面会大气哦 算计第一号第二号 都应该去一倍以上啊 第四号第二五号 是我们目前积极布局卡位的重点股 你想要做的 赶快这两天 赶快跟我一起做 有好的机会点 我赶快带你一买 财报刚发布完 有很多好的标的 你看上礼拜 在跟大家讲 中华汽车 有没有 是 今年赚一个股本 嗯 财报还没发布 我就预告赚一个股本了 我跟你讲 中华汽车每年也贪过贵 最近国内最红的车是吗 就是GM嘛 对不对 是 它原本今年一个月才产 一千辆而已 到明年产量会扩充到 一个月产出两千三百万 两千三百辆 刚才说不对 两千三百辆 所以明年的产能 会比今年多增加一百二十趴 所以中华汽车 今年赚一个股本 明年会赚更多 我们上星期五 一百零七卖掉 我也有在你们讲啊 你看我八十几块钱 八十六跟你们讲 涨到一百零七卖掉 一千二万 十千二十万 我们今天就紧回来了 那一开盘中华汽车 跌下来之后 我通知会员 自尊跟直达车的会员 一百元赶快再买进 一百块多 最低 一百元来了之后 马上又拉回到一百零七点五 上礼拜五一百零七卖 卖掉跌回来 一百块钱 七块钱一张七千 六张就七万了 是 今天一百块钱又买进 又拉回到一百零七 你就算今天买 当天就一张七千 十张就七万了 我们戴京戴出 中华汽车 今年贪一个勾本 每年也贪过较多 所以你要买 你要找这些勾票买 你看环球经 我们四八四就几乎开始说了 最后应该起到五百三十六块了 你长到五百三十六块钱 但涨高不追 还有很多底部的股票 你看威强店 六七六八 现在已经八十一了 已经十四块十五块了 一张万四 十张就十四万了 对 本一比还是只有八倍而已 本一比还是只有八倍而已 我今天又抓到了两只股票 我今天时间不够 我尽量说 有一档 前三季就赚十点七五元 净值八十一块钱 现在高级到六十一块而已 而且外资在上个礼拜 开始大量买进这一只股票 另外一支 股价打了四个月的底 才刚冲出去 前三季三点五九元 净值有四十点九 现在高级到三十五块而已 上个礼拜外资也大买这一只股票 所以这两支股票都是 前三季赚大钱 而且净值很高 股价很低 股价都低于净值以下 而且都是外资 才刚刚开始大力买进的股票 这两天有下来 我赶快带你上车 要担心赢了啦 资讯费一天一个便当而已 跟你们一起好好合作 我们一起全力充斥 打断进来 好的 谢谢老师的重点观察 以及分析 只有在底部买进做波段 你才能够大获全胜 趋势做对做错 真的会差很多 想要全力拼选举行情 一起大赚五十% 赶快跟着何彦老师 一起来上车布局 继部内容可以利用我们 稍后的工商服务资讯 时间的关系 节目就进行到这里 感谢华信投资的林何彦老师 老师谢谢您 好 祝大家投资顺利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好的 听众朋友 迎接选举行情 我们一定要集中资金 跟对老师 买对股票 想要全力拼选举行情 一起大赚五十% 欢迎你利用选举行情拼五十 一加一的特别优位活动 跟着何彦老师 一起来上车布局 选举第四号以及第五号 你就可以领先卡位在底部 欢迎你来电报名 02-239-23988 02-239-23988 何彦老师已经录制好了 以音教学的课程 会告诉你这一波行情 到底会大涨多少 赶快把握机会 02-239-23988 02-239-23988 本公司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雷尾 优优独立则